各位朋友,新年好 今天呢,我决定会把上次进行高压的树葡萄 进行做一个小小的检查 为什么做小小检查呢 因为其实这颗高压呢 上次我检枝的时候呢 它只有一个小的根而已 然后经过大概也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就离过年的大概十多天左右 我已经把它剪枝 然后剪枝之后呢 我就是已经把它移到盆子去照顾一段时间 然后今天呢,虽然还不是很稳定 可是因为我观察它的其他的椰子的状态 我就是想把它打开来去观察一下 看这个盆子里面的根 有没有发展的状态当中 或者有没有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发展 有没有其他的改变 其实呢,上次这个枝条呢 它已经长出很多花 可是后来我已经把它全部几乎都摘掉 就留下没有多少 其实这边现在也有一些了 还有些花了 还在有些花 还在有些花 可是这些我现在看到它 也还在还在活着 有些已经开花之后有枯萎掉 这边有些还在一个就是还没有剥开 现在的这个状态 其他的椰子都还是蛮新鲜 现在我就是会把它打开来 看看到底这个高压的树葡萄 有没有比以前更好的状态 它的根有没有发展 我先找个东西先摆着 然后会盆子弄开之后 我摆在里面 我先把它放在这个盆子 来啊,这个盆子 放在这个盆子 接下来呢,我就是会把它 会把它反倒过来 看看里面有没有新的状态 稍等一下 其实哈 现在这个我还是要小心 因为其实我很怕整个盆子会破掉 而里面还是很湿 可是哈 这次我觉得就有点冒险 快去看一下 我现在可能会这样 用手去固定 当然可能其他的部分 部分可能它会破掉 它可能会破掉了 可是我们有看出 我现在比较冒险 上次我们看 这条根已经 开始长出 这状态来 我们看 这条根 这样我们看 是不是有比较明显的哈 这是高压 高压的根 它盆在一段时间的根哈 我们看出来哈 就是比较明显了 好 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儿子 比较明显 半分太一定 我现在哈就是怕它会端掉 所以我就是这个地方 我就就是要 这个 这不是我弄假的 上次我跟大家讲 它只有一条根 就是下面的那个地方 所以我现在弄起来的 就是很怕它会破碎掉 因为现在 这个呢它就怎么讲呢 就是会 容易破掉了 可能待会我就是会把它 直接带去装好了 就比较 好的观察 然后它就会比较固定了 待会我就是会 这样带着这个去装 你看 长了很多 目前的话 看到两条根 两条根 也算是已经很成功了 两条根 其实这是第一颗 我做这个高压 第一个 做这个高压的 出葡萄 好待会我会进行这个实地的盆栽 进行一个实地的盆栽 今天只是 先这个视频呢 先给大家看一下 初步而已 待会我会把它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来 然后在下个视频 我们再继续观察其他的效果会什么样子 哦 它根哦 还是蛮漂亮的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哈 这出葡萄的高压 几乎都有成功的余地 所以我们就不要怕多 这个 出葡萄的高压就没办法成功 只是它的高压时间会很长哦 好 今天我的视频就分享到时而已 希望的朋友呢 记得给我留赞 留下评论 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哦 谢谢